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批量培育的夜叉 十秒钟后 所有的夜叉都走了出来 他们的数量是十二只 望着眼前的夜叉 熊大的脸色非常难看 怪不得没人保护这儿 原来黑暗安排了这么多夜叉 卢新一更是紧张 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加入十三局后第一场战斗 就要跟夜叉打 我问熊大 你们的子弹对夜叉有效吗 有效是有效 不过肯定哪不死就是了 我明白了 战斗的主力仍就是我和林小璐 我拔出昆武刀 而林小璐也抽出了火精剑 林小璐的灵气注入到火精剑中 火精剑上立即燃起了三昧真火 我把昆武刀碰了一下火精剑 然后昆武刀上也燃起了三昧真火 林小璐咬牙切齿 上次我没趁手的兵器跟夜叉打吃了亏 这次我要报仇 他话音刚落 十二只夜叉同时张开嘴巴 吐出了浓浓的煞气 这是鬼术 我已经见识过了 急忙提醒 小心这煞气 他能遮蔽我们的视线 这次我不怕了 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福禄 从福禄的字迹上看 是师娘的作品 林小璐把福禄往眼睛上一抹 福禄上的字迹微微发亮 随后林小璐的双眼 好似戴上了美瞳 出现几道细腻的花纹 而熊大和卢心一也有办法 他们掏出两个护目镜 罩住了自己的眼睛 我默瞪口袋地问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十三局出品的法器 我们跟黑鸭打的教导多了 了解他们培养的夜叉有什么能力 见三人各有窥破煞气的本领 我放心了许多 煞气化作黑雾 笼罩整个密室 我激活阴阳眼看到了藏身在黑雾中的夜叉 不知是不是阴阳眼的能力 再一次得到了增强 与在玉须弓时相比 我看得更清晰了 夜叉已经围了上来 不等我迎上去 熊大和卢心一已经动了手 装上消音器的手枪声音十分沉闷 我看到两道光亮 瞬间击中了两只夜叉的额头 十三局特制的手枪 发出的子弹 犹如夜光弹般 格外的明亮 子弹穿过夜叉的头颅 打出一个弹孔 虽然无法将夜叉消灭 但夜叉的动作明显变得迟缓了许多 好机会 小鹿动手 我和林小鹿非常有默契的 一人冲向一只夜叉 这两只夜叉还没从中枪中恢复过来 就被我和林小鹿刺穿了胸膛 三昧真火当即就烧了起来 这两只夜叉痛苦哀嚎 然后被烧得魂飞魄散 林小鹿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 之前的红色桃木剑 威力比这差了很多呀 原因是林小鹿修的不是道家功法 无法发挥出桃木剑真正的威力 如今法器变阴雾 更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了 对于林小鹿来说 当真是鸟枪换炮 干掉两只夜叉后 其余十只夜叉扑了上来 我听到身后哒哒两声 又有两颗子弹命中了夜叉的脑门 不管是熊大还是卢心一 枪法都非常的准 我冲上去一刀又解决了一只夜叉 林小鹿同样如此 可剩下的八只夜叉 三只拦住了我 三只拦住了林小鹿 剩下的两只分别冲向熊大和卢心一 眼见夜叉冲到身前 熊大和卢心一两人疯狂地开枪射击 心一晃 枪的准头就差了些 刻有俘虏的子弹 打在夜叉胸口和四肢等部位 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如打中头部 我担心两人的安危 立即动用了左眼的力量 我力量暴涨 以最快的速度将三只夜叉打退 回头时发现两人都扔掉了手枪 从腰间抽出了一把战术匕首 两人的匕首上同样刻有俘虏 能有效杀伤恶鬼 可偏偏他们对付的是夜叉 效果大打折扣 熊大功夫不错 虽然被夜叉压着打 但好歹能坚持住 但卢心一这个新兵的案子就差远了 才交手两招肩膀上 就被夜叉抓了好大一个口子 鲜血不停地流 卢哥 我急忙跑到他面前将夜叉击退 卢心一的表情十分痛苦 他脸色煞白 满头大汗 卢哥 你没事吧 卢心一打着哆嗦说 好冷啊 我定睛一看 夜叉的煞气已经从伤口钻进了他的身体里 要不然他在十三局接受过训练 算是半个阴人 这时候恐怕已经荤子过去了 我急忙用阴阳眼帮他把煞气给吸出来 然后询问 能坚持住吗 卢心一把刚刚丢掉的手枪捡了起来 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打哪个 我打哪个 你杀哪个 我说了声好 卢心一单手举枪 他虽然痛苦万分 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子弹从枪口中飞出 正中一只夜叉的额头 漂亮 我一边夸赞卢心一 一边毫不犹豫地持刀扑了上去 一刀就干掉了这只因中枪而行动迟缓的夜叉 又是一声枪响 这一发子弹同样命中夜叉的额头 直到这时 我才明白卢心一为何说自己有射击天赋呢 他在受伤的情况下 不仅能够保持冷静 还能精准命中 非常难得 我一刀斩下 再杀一只夜叉 接连两枪 依旧是精准命中额头 我和卢心一打配合 在短短二十秒的时间里 连杀四只夜叉 这个时候 围攻林小璐的三只夜叉 也被干掉了两只 剩下的一只 已经无法对林小璐造成威胁 我决定先帮熊大 半分钟后 我和林小璐同时干掉了 最后两只夜叉 此时 十二只夜叉 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 熊大一屁股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 他呲牙咧嘴的 幸好有你们两员猛将在 要是只有我跟熊二 怕是坚持不到职员赶过来 我问熊大没事吧 熊大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黑鸭培育的夜叉 比真正的夜叉要弱上三分 坚持一会儿 我还是能做到的 我点了点头 大步来到卢欣一的面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好玩的精品有声剧 请您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工作室 谢谢 第三百四十二集 试魂 卢欣一从自己带来的腰包里 掏出一瓶喷雾 他用牙咬一下瓶盖后 用力咬了咬 然后对准伤口就喷了足足半瓶 我惊讶地发现 喷雾附着在伤口上 形成了一层透明的胶质 伤口很快就止住了流血 卢欣一见我好奇 他解释 十三觉得应急棒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看着卢欣一受伤的样子 我于心不忍 你要是觉得危险 以后就别跟着我出来了 卢欣一断然拒绝 不行 我一定要为雪梨报仇 见他如此说 我也没有再继续劝 为死去的女友报仇 已经成为了卢欣一的执念 为了这个执念 他连死都不怕 一旁的林小璐开了口 呆子 黑鸭留下的夜叉 虽然被我们杀光了 但保不齐还有其他的手段 我们动作快些 我用力点了点头 看向前方的丹炉 我不知道黑鸭搞出来 这么多魂魄做什么用 但只要是黑鸭想做的 我反其道而行 必然不会出错 你们几个让一让 我把这炉里的魂魄都释放出来 熊大好奇地问 你打算怎么做啊 用简单的方法 把丹炉推倒 熊大看了一眼 两米半的丹炉 眼皮狂跳 张前 这铁家伙怕是不轻啊 咱四个一起用力 都不一定能推动啊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更加疯狂地 释放左眼的力量 从左眼释放的暖流 变得滚烫 我感觉自己的力量 再次暴涨 与此同时 我的理智也在逐渐消退 这个状态若是持续下去 我会像在希望母宫 战手工神兽时那样 丧失自我 闪开 我大步跑向丹炉 然后用肩膀用力一撞 密室中爆发出一声巨响 仿佛有人敲响了 两米高的大铜钟 我感觉自己肩膀前方的丹炉动了 抬头一看 丹炉连带着上方的铁塔 一同倒了下去 又是一声巨响 这一次 密室的地面都颤抖了起来 我熄灭阴阳炎 身体脱力 脚下一个亮枪 向着地面倒去 呆子 林小璐眼急手快 大步一跨 来到我的身边将我扶住 你没事吧 没事 扶我起来 林小璐扶着我 走到倒下的丹炉前 丹炉上的铁塔 从二层拦腰摔断 里面的魂魄都飘了出来 因为只有一魂一魄 这些魂魄的模样都显得呆滞 卢新一也起了身 走到我身边询问 这些魂魄怎么处置 超度了吗 这些魂魄都是黑鸭用鹦鹉搞来的 人都还活着的 就算我动用城隍令 也无法超度啊 我看到了小黄的魂魄 虽然他来得晚 和其他的魂魄一样 手脚被锁链铐住 多亏了他的魂魄 我们才能找到这里 所以我决定饶恕他 我用昆武刀斩断了 他手脚上的锁链 没了束缚 小黄的魂魄 自己就飞出了密室 寻找本体去了 我对熊大说 丁炉这个人 要是他不长迹象 再给黑鸭做事 下次叫醒的狠献 说完 我把其他的魂魄 手脚上的锁链 一一斩断 放他们离开 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 在放走最后一只魂魄后 十三局的支援也赶来了 后续的工作 比如寻找黑鸭遗留的线索 调查黑鸭什么时候 在这儿建造的密室 都交给了十三局的同志了 我们三人返回安德 在把卢心医送进医院后 我和林小璐回到了茶馆 刚坐下 林小璐忽然问我 呆子 你怎么看起来 一点都不开心啊 我诧异地问 这么明显吗 林小璐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你呀 情绪都写到脸上了 我情绪的确不太好 为什么呢 我把真实的原因说了出来 在黑鸭的练魂炉里 我没有见到一个人 谁啊 帅帅 林小璐想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帅帅是谁 那个被黑老胖收养的孤儿 我点了点头 我第一次见到的黑鸭鹦鹉 是开翘丸 帅帅的母亲 曾用她掠夺其他孩子的魂魄 给先天智力缺陷的帅帅 提升智力 因为使用了开翘丸 帅帅也被黑鸭掠走了一魂一魄 可在炼魂炉里 我并没有见到帅帅的魂魄 只有一种可能 在我赶到之前 帅帅的魂魄就已经被黑鸭转移走了 发现开翘丸是前年九月份的事情 至今只过去十七个月 如此推算 黑鸭收集的魂魄 怕是一过千数 而且这只是卢省范围 之前卢新一掌握的黑鸭鹦鹦线索 有不少发生在其他的省份 这么一想 黑鸭收集的魂魄 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 林小璐听完我的解释 也是露出担忧的神色 黑鸭的强大与神秘 依旧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林小璐忍不住吐槽 现在的黑鸭还是被剿灭后死灰复燃的 真不知道老爹当初是怎么和全盛时期的黑鸭对抗的 我由衷地佩服师父 和师父相比我差得还很远 林小璐笑嘻嘻地揽住了我的肩膀 别想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们一定能赢的 看着可爱的林小璐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为了保护她 我也一定要赢 林小璐又问我 呆子 马上要过年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采购年货 我愣了一下 掏出回来路上新买的手机 翻了一下万年历 才发现距离新年只有五天了 今天大姐要和天佑回来吗 林小璐撅着嘴一脸的不开心 我问过了 大姐很忙 回不来 天佑倒是说要回来 我努力憋笑 看来在林小璐心中 林天佑的地位 远远低于大姐 这是我来茶馆后 过的第三个新年 可惜师父不在 无法圆满 我想了想 征求林小璐的意见 既然天佑回来 不如把卢哥 也喊来一起过年吧 好啊 他一个人过年 的确怪孤单的 他蹦蹦跳跳地继续说 过年就该快快乐了 走 我们去逛街 第三百四十三集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干 林小璐拉着我去逛街 直到把我给累趴下才停止 我深深地感觉到 陪他逛街 比他十二只夜叉都累 大年三十的下午 我和林小璐先去医院 把卢新衣接出来 他肩膀上的伤 已经结痂了 虽然还不能大幅度地运动 但已经能达到了 出院的标准 中午 我和林小璐又去车站 把林天佑接回了家 这小子穿着 道士服回来的 在车站吸引了不少目光 好多人偷偷拿出手机拍照 气得林小璐连拉带扯的 把他塞上出租车 回到家 卢新衣不知从哪儿 变出三个礼物盒 分别给了我 林小璐和林天佑 林小璐眼巴巴地看着我 这事我怎么会忘呢 拿出了提前买好的 一盒口红 林小璐开心极了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转身对林天佑 伸出手来 林天佑一脸无辜 林小璐揪着他的耳朵打转 你个臭弟弟 都不给姐姐准备新年礼物吗 林天佑一边躺得呲牙咧嘴 一边用可怜向的望着我 啊 姐夫 救命 林天佑这一声姐夫 把我喊得是心花怒放 哎 天佑赶着过年回来 这身上穿的衣服都来不及换 哪有空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啊 就饶了他吧 林小璐冲着林天佑哼了一声 又用力扭了他耳朵一下 臭弟弟 下次再不给姐姐准备新年礼物 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林天佑揉着自己的耳朵 一脸苦涩 哼 我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 结果回家就挨走 林小璐大概也觉得 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 对林天佑说 一会儿姐姐给你包你最喜欢吃的 西红柿鸡蛋馅水饺 这个时候 高情商的人肯定会说 谢谢姐姐 而林天佑向我们展示了 什么叫做低情商 他一脸嫌弃的对林小璐说 姐 就你 还会包饺子呢 林小璐当场就怒了 追着林天佑打了十分钟 林天佑像猴子一样 在屋子里上蹿下跳 我和卢心一看到 这场景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姐弟俩这么一闹腾 反倒显得这家里十分热闹 林小璐闹腾累了 气呼呼地去厨房准备晚上的食材 我把林天佑拉到阳台上 林天佑这个时候才正经起来 姐夫 这段时间 我姐有没有犯病 我摇了摇头 王牧给的药一直在吃 至少这段时间没有犯过 二姐以前就这样 别看他整天嘻嘻哈哈的 其实因为这个病 心理压力一直不小 我们平日里回不了家 照顾姐姐的事情 就拜托你了 我微微惊讶 原来林天佑刚才故意搞事 是在让林小璐发泄心中的压力 没想到这小子外表 嘻哈搞怪的 其实内心还是很细腻的人 放心吧 你都叫我姐夫了 我肯定照顾好你姐 林天佑恢复了嘻嘻哈哈的模样 那我就放心了 咱聊点正事 你会不会画符啊 林天佑自信地说 当然会了 我可是龙虎山毛山两派青春弟子 画符这点小事 怎么可能难得住我吗 说句不吹牛的话 我再学上几年 老妈都会被我比下去呢 我就喜欢林天佑这自信的样子 我搂着她的肩膀 那你能不能给我画个 百八十张的符络 林天佑瞪大了眼 她声调一下扬了起来 多少张 百八十张啊 姐夫啊 你该不会以为我动动手笔 一张符络就画好了吧 真正有用的符络 要往里面注入灵气的 我一天累到虚脱 最多也就只能画二十张啊 你这次回家 要待几天呢 七天 这不够了吗 一天二十张 能画一百四十张呢 林天佑忍不住冲我翻了白眼 姐夫啊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干啊 再说了 你要这么多符络做什么 用在昆武刀上 我现在发现 昆武刀能够附加触碰到的力量 林天佑恍然大悟 啊 昆武刀的确是这么用的 这样 我先画几张符给你试试 林天佑说干就干 他找林小璐要来笔墨纸宴 因为师娘是福禄大家 所以家中常备黄符纸 见林天佑是在给我干活 林小璐消了气 他亲自给林天佑研磨 只见林天佑挥毫泼墨 一张符录很快就写好了 卢心一赞叹说 好漂亮的自封啊 这是什么符啊 换货符 林天佑把符录交给我 我把玩了半天 也没搞明白怎么用 林天佑一拍脑门 忘记姐夫你没法修炼了 这符录要注入灵气才能用 他把符录要了回去 又在上面加了一笔 姐夫 看到我最后加了这一笔了吗 你用的时候 顺着它撕开就可以了 我抽出昆武刀 然后按照林天佑的指导 沿着他最后一笔 将这符录撕开了 在符录撕开大概三秒钟后 一道火焰从断口处冒出 险些烧到我的手上 我赫然发现 从换火符中冒出的 同样是三枚真火 只是这比林小璐 用火精剑召唤出的三枚真火 要小得多 我用符录上的三枚真火 把昆武刀点燃 这火是燃起来了 但一看威力就不怎么样 至少再占夜叉 效果肯定大打折扣 林小璐瞪了林天佑一眼 你认真点 林天佑急忙喊圆 二姐 不是我不出力 是姐夫她不会修炼 我也没办法 她但凡有点灵气 支出福录 效果也比这个强 我叹了口气 无法修炼 的确是个大难题 希望四个月后的 死亡谷一行 我能顺利找到 地藏菩萨留在 凡间的鬼修之法 小璐 别怪天佑 的确是我自身的问题 姐夫 其实也不是 没有别的办法 我来了兴趣 什么办法 很简单 姐夫你用空无刀 也有一段日子了 空无刀已经粘了 你的气息 虽然你不会修行 但只要是人 命格皆在五行之列 金木水火土 总有契合你的属性 说完 她又画了一张 赵金符 姐夫 你再试试这个 我将符禄撕开 贴在空无刀上 赵金符的作用 能让刀剑 变得更加锋利 然而 空无刀本身 就足够锋利了 因此这张符 也不适合我 随后 林天佑又画了 赵水符赵土符 同样威力很弱 第三百四十四集 道仙转世 莲画四张符 林天佑的额头 已经开始冒汗了 只剩下木迹符 只剩下木迹符路了 阳木为雷 阴木为风 我最擅长的正是雷术 那就先试试赵雷符吧 我见过林天佑施展雷法 的确厉害 林天佑再次挥毫泼墨 很快一到赵雷符 就完成了 我接过来 这一次 符路一入手 我就感觉到了不同 在我的脑海里 忽然响起了 刀锋的颤鸣声 而当我看向昆吾刀时 他并没有真的颤抖 你们有听到什么吗 三人接着摇头 我撕开雷符 贴在刀上 刹那间 雷芒自刀锋上迸发 狂暴的雷霆 向着四面霸风飞去 小心 林天佑推开陆心仪 然后和林小璐 快速向后退去 雷电乱窜的声音 在房间里炸响 等我回我身来 这房间里的桌椅 沙发电气 已经毁了大半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 雷击过后产生的 臭氧味道 我目瞪口呆 这 这什么情况啊 看着房间里的惨状 我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刚刚林天佑的确说过 气和我自身属性的福禄 威力会更大些 但我没想到 会大到离谱啊 林天佑看了一眼自己被雷霆贯穿的道袍 哭笑不得地说 倩夫 你该不会是在雷与交加的日子出生的吧 我思考了一下 刚才你说雷乃木属性的分支 我出生时 母亲被遗弃在老槐树下 与这有关系吗 雷乃杨木 而槐树聚阴 为阴木 有点说不通啊 要不 你再试试 卢欣依吓坏了 出去是 我来到户外 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林天佑再次给我画了一张赵雷符 这次我往符中注入的灵机少 大家不用担心 话虽这么说 他却是带头往后退 等三人都退得远了 我再次撕开赵雷符 雷光再现 这一次 没有出现雷霆乱窜的现象 林天佑靠近我 看着昆吾刀上闪耀的雷光 惊讶地说 这雷光暗淡 看似不强却暗藏威力 有煞气 乃杨坚不该出现的阴雷 林小璐走了过来 他有些担忧地问 这雷没问题吧 阴雷献阳坚 应该与姐夫天煞孤星的面格有关 这阴雷极为少见 我也说不清 说到这儿 林天佑眼中露出兴奋的光彩 我听大姐说 六月份 姐夫要去死亡谷寻通往玉京山的道路 谷中传闻有地藏菩萨留下的鬼修之法 如果姐夫能够找到 就能够修炼了 到那时 一手谁也未曾见过的阴雷 怕是人鬼见的都要发愁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询问着 天佑 我在山海堂时 见华夏英雄榜上 有你的名号 道仙转世 是什么情况 林天佑有些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头 说出来 姐夫你可能不信 我一出生 龙虎山 毛山和武当山的老天师 奇奇到来 说我是道仙转世 要让我入他们的山门修行 我听得很是震惊 一出生 三大天师就来收徒 这排场可真是够大的呀 林天佑接着往下讲 我娘是龙虎山的弟子 龙虎山老天师 是他师父的师兄 自然应允 毛山捉鬼之术 道仙一绝 娘希望我多点本事 也就答应了 至于武当 我娘婉拒了 为什么呀 多学一家不是更好吗 龙虎山和毛山 都属于道仙正义派 是可以娶妻生子的 武当属于全真派 是不能娶妻的 老爹和娘就天佑 这么一个亲儿子 加入武当 岂不是要断林家香火吗 娘怎么可能答应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两年武当老天师 似乎有些松动 我听大姐说 老天师后来又找过我娘 说收天佑为记名弟子 可以娶妻 我娘的意思是 天佑前两家还没学成 等她学成了再做决定 我听得好生羡慕 这简直是主角的待遇嘛 不过林天佑确实有些不开心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姐夫你不知道啊 古籍记载 现在人转世 必定是因为天下大变 我前世真要是道仙 指不定世界末日就快要来了呢 林小璐没好气的瞪她一眼 乌鸦嘴 试验结束后 我们返回家中 四个人一起 把家中好好收拾了一下 不过今天是大年三十 想找工人来收拾一下墙面地板 是不可能了 至于家用电器 至少今晚的春节连环晚会 是看不成了 好在厨房没事 我们四人一起包饺子 准备晚餐 在师父离开后 一人独居的林小璐厨艺大掌 不管是擀瓶呢 还是调馅 都能轻松胜任 看得林天佑嘖嘖称奇啊 哎呀二姐 你现在这个手艺 了不得呀 你这是准备出价了吗 林小璐瞪了林天佑一眼 不过这次没打他 最让我们惊喜的是 卢馨一的手艺 水饺以外的所有饭菜 都是他独自一人搞定的 虽然都是些家常菜 但比起我们三人 可以称得上是大厨了 吃完饭 没有电视看的我们 决定打扑克 玩的是私人斗地主 难得是闲暇时间 我们玩的都十分尽兴 直到凌晨三点猜散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林天佑一直帮我画符 事实证明 画符的确是一个体力活 每画三张 他都要休息好一阵 一周后 一百五十张赵雷符 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的面前 林天佑超额完成了任务 他也到了回山的时间了 林别前 他郑重地对我说 姐夫 二姐就交给你了 替我们照顾好他 一定 林小鹿眼圈有些红 臭弟弟 回山上好好学习 别给娘丢脸 以后有空常回家看看 万一 林天佑笑着打断他 二姐 离别的时候就别受伤心话了 不会有万一的 知道了 快走吧 再不上车就要五点了 第三百四十五集 优秀的子女 孤单的妈妈 林天佑离开了 卢心一也向我们告别 昨天熊大联系我 是有个任务需要我的帮忙 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儿回去了 你肩膀上的伤好利索了吗 卢心一往自己肩膀上拍了拍 没问题 如此我就放心了 与他道别 回去的路上 我和林小鹿兵分两路 他负责去找装修队收拾一下家里 我则是去茶馆 打扫卫生准备明天开业 没曾想 我刚走到茶馆 就看到一个老太太 在茶馆门口徘徊 我走上前 老奶奶 您有什么事吗 老太太指向茶馆 小伙子 你是这茶馆的老板吗 我说是 老太太高兴极了 我这三天都在你这转悠 就等你开业了 我赶忙打开茶馆大门 请老太太入内 茶馆一周多没营业 虽然门窗紧闭 但仍旧是落了些灰尘 老太太一进门就咳嗽了起来 抱歉抱歉 我先开窗通通风 没事没事 我请老太太坐下 去后厨洗了一套茶具 烧了一壶水 问老太太喝什么茶 人老了 喝茶睡不着觉 小老板啊 别忙活了 我不渴 我给老太太 倒了一杯白水 然后坐在她的对面 我听人说 你这茶馆 卖一些很神奇的东西 能实现人的愿望 对吗 我点了点头 银雾的确可以实现 很多人的愿望 老太太激动地问 那你有没有办法 让我的儿女回家看看我呀 老太太的愿望 让我有些意外 老奶奶 你儿女都不在家吗 我有两个儿子 两个闺女 他们都不在家 老太太叹了口气 讲起了她家中的事情 老太太出身于书香门第 算得上是大家闺秀 可谓知书达理 她十八岁那年 遇到了一个 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青年 两人一见如故 两年后结了婚 他们在十年的时间里 总共生了四个孩子 老二老四是儿子 老大老三是闺女 因为两人都属于 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狠抓了子女的学习 把四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 孩子们大了 皆是离开了家乡 他们事业有成 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 不管是经商还是学术 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 对于自己的四个子女 老太太是既骄傲 又忧伤 孩子们太忙了 经常忙到一年 都回不了家几趟 近二十年来 每逢过年 都很难凑齐所有的家人 一开始 老太太还不觉得什么 毕竟还有老伴陪着 可就在两年前 她的老伴因病过世了 至此 家中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没了老伴 老太太开始感到孤独 她也曾去养老院住过 可很难与那些老人家 融入到一起 于是又搬回了家 一个人在家 实在是太孤单了 于是老太太 给四个子女打电话 想让他们轮流回来 陪陪自己 可她得到的答案却是 没时间 说到这儿 老太太眼圈都红了 唉 今年过年 他们四个都没回来 我独自一个人包的饺子 明明是团圆业 可家里 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听得心疼极了 如果我没有被师父 从孤儿院里接出来 很有可能会和老太太 有一样的遭遇 老太太再次问我 小老板 你能让我的孩子们 回来看看我吗 我为难了 因为茶馆里 没有让子女归来的音物 甚至在音声笔记中 都未曾有过记载 老太太看到我的表情 猜到了答案 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来 她主动给了我 一个台阶下 小老板 要不你就陪我聊聊天吧 她笑着对我说 其实 去年的时候 我把四个孩子 骗回来一次 我说我自己病了 病得很重 可能要去找他们爹爹了 其实啊 他们都挺孝顺的 不管当时在哪儿 都以最快的速度赶了回来 只是老四啊 是个医生 一眼就看破了我在装病 他们虽然嘴上不说 但我知道 肯定是生气了 唉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不装病 谁也不回来看我 我想他们呀 老太太笑着笑着就哭了 眼泪大磕大磕地往下落 我给老太太拿了纸巾 老太太向我道谢 哎呀 谢谢你啊 小老板 愿意听我这老太太叙道 我就不打扰你做生意了 临走的时候 老太太难难地说 唉 实在不行 我再装一次病 反正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孩子们要怪 就怪催着吧 这话给了我灵感 我急忙喊住他 老奶奶 你等等 老太太转过头 小老板 还有什么事吗 我挠了挠头说 你要是想再一次装病 骗儿女们回来 我倒是有个办法帮你 老太太高兴地问 怎么帮啊 我把老太太重新请回茶馆 然后去地下室 拿了一瓶药瓶 老太太接过药盒 一脸的好奇 这怎么是空的呀 我向老太太解释 这药盒叫装病药瓶 它能让你的病装得天衣无缝 就算是最厉害的医生 也看不出病是装的 老太太来了兴趣 这么神奇啊 快跟我讲讲 第三百四十六集 弄巧成桌 我眼前的这个药瓶 和之前卖过的鹰雾 有些不同 因为它没有神乎其神的 背景故事 装病药瓶的原主人 是一个高中体育老师 高中大家都懂 学习任务重 各科老师恨不得把课间十分钟都给占了 更何况那些无关紧要的休闲课 很多人对于学生时代 都有一个相同的印象 那就是自己的音乐 美术 体育老师经常生病 正当他们高高兴兴的准备上课时 与树外的老师一脸严肃的走进教室 说上一句 学生们各个敢怒不敢言 药瓶的主人 就是那个生病的体育老师 学生们真的很想上体育课 于是每次见面都会问 每逢这个时候 体育老师就很尴尬 说自己没病吧 得罪战科的老师 只能承认自己是真的病了 为了让学生们相信 他经常带着一个药瓶 学生们见他总是吃药 也就不再追问了 后来这个体育老师真的病了 而且病得很严重 只半年就一命呜呼了 他有一魂一魄 就留在了药瓶上 将药瓶变成了阴雾 我向老太太介绍 老奶奶 只要你把这药片 放进这个药瓶里 然后把药瓶随身携带 你就会看起来跟真的病了一样 你放感冒药 你的身体就会出现感冒的症状 你放降血压的药 你的身体就会出现高血压的症状 我这样解释 您能听懂吗 我听懂了 有了他 我那个当医生的老四 也看不出我在装病 小老板 这药瓶我要了 你开个价吧 装病药瓶没人会常用 我想了想决定只租不卖 一个月五千块钱 押金十万 您看行吗 老太太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先说租一个月的 钱货两期 我叮嘱着 老奶奶 这药瓶虽然效果很好 但是是有副作用的 使用它的时候 随着装病的时间越长 它表现出来的病症 也会越严重 所以您装上个三四天 就赶紧把这药片取出来 否则真病得厉害了 会出事情的 老太太说自己记住了 然后谢过我 离开了茶馆 十几日后 我忽然接到熊大打来的电话 张杰 我在安德的同事说 他们在医院发现了 一个被银鹉折磨的病人 你过去往往看一看 是不是黑鸭在捞鬼 我立马赶到医院 可见到病人时 我傻了眼 这不是从我这买了 装病药瓶的老太太吗 老太太的身后 站着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从面向上来看 正是她的四个子女 老奶奶她怎么样了 一个男人对我说 我妈前一阵 给我们打电话 说她生病了 而且病得挺厉害的 我们做子女的 挂了电话之后 马上就赶回来了 我们四弟是医生 给老太太检查之后 发现她有一些三高的症状 我妈她人上了年纪 三高很正常 四弟说吃点药 维持住就行 我们商量了一下 过年都没回家 大家都在家待上几天 陪陪妈 等她病情稳定下来 再回去 可没想到 我妈她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重 今天直接就昏倒了 我们赶忙把人送到医院 医生已经下了病 为通知了 说着说着 男人眼睛都红了 他非常自责地说道 都怪我们 平时对妈妈的关心太少了 我们也知道 自从爸爸过世之后 他很孤单 可我们实在是太忙了 说到这儿 他忍不住抽了自己一巴掌 我是真不孝 工作永远都做不完 怎么就不能抽出时间 来陪陪妈呢 十三局的同志对我说 张老板 我们来这家医院 本来是为了其他事情 结果刚好撞进这个老态 我们在他身上 发现了鹦鹉的气息 你们鹰商一脉 是鹦鹉专家 所以请你来帮忙看看 不用看了 鹦鹉就是我 卖给这位老奶奶的 十三局的同志傻了眼 这老太还有救吗 当然有救 我问老太太的四个子女 你们有谁看到一个药瓶 是不是一个没有标签的药瓶啊 对对对 药瓶在哪 老太太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一定是没有听从我的嘱咐 长时间使用装病药瓶 只要把药瓶里的药给倒出来 她的病不治自愈 然而老四的回答 让我心凉了半截 我给扔了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你扔了干嘛 老四有些委屈的说 那药瓶里的药我看过了 倒是跟我母亲的病对症 可标签都没有 谁知道过密过期啊 我怕母亲吃出问题来 就给悄悄扔了 扔完之后母亲还骂了我一顿 让我赶紧找回来 可垃圾都被运走了 我上哪找去啊 只过了一天 母亲忽然病倒了 我更没心思去找了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乎了我的意料 十三局的同志问我 张老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老太太来茶馆 买阴雾的事情说了出来 老太太的四个子女 都是高才生 大概也都是唯物主义者 满脸写着不相信 可我说的事 和老太太身上发生的事 完全吻合 由不得他们不信 这时候老大问我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兵分两落 我负责稳定老太太的病情 你们赶紧想办法 把药品找回来 四个儿女留下了当医生的老四 其余三人赶紧去找了 而我则是回到茶馆 取来阴雾双浮锁 双浮锁 就是锁阴箱上的那对锁 之前在妙妙鬼屋的时候 我经常用它临时解开了 也要身上的阴雾效果 我让十三局的同志 在医院安排了一个担尖 然后我把双浮锁 贴在了门后 如此装病药瓶的效果 就被屏蔽了 很快 老太太就睁开了眼睛 老四喊来值班医生 对老太太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值班医生惊讶地发现 老太太的三高症状 全都消失了 至此老四才相信了我的话 老太太清醒后 用愧疚的语气对我说 小老板 实在对不起啊 你租给我的药瓶 被我儿子给丢掉了 第三百四十七集 守夜人 死害 老奶奶 这事不怪你 不过 我有一点想不明白 什么事啊 装病药瓶的效果 应该没这么快才对 可听你家老四说 药瓶丢的第三天 你就昏迷了 这事怪我 老太太面露歉意 我记得小老板的提醒 但我实在舍不得孩子们走 于是就硬撑了两天 想着撑不住的时候 再把药取出来 我也没想到 药瓶会被孩子们扔掉 老四焦急地问我 如果找不回药瓶会怎么样 找不回药瓶 老奶奶的病情会越来越重 虽然我可以把双服所借给你们 但从此以后 老奶奶就只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了 因为一旦老太太脱离双服所的保护 装病药瓶就会再次生效 老四焦急万分 叮嘱老太太好好休息后 也去寻找药瓶了 接下来两天 老太太的四个儿女 把安德氏的垃圾回收站 翻了个底抄天 可就算把垃圾山给翻了个辫 他们也没能找到装病药瓶 茶碗里倒是有个罗盘 能搜寻阴雾 可我之前没有留下装病药瓶的气息 所以帮不上什么忙 更悲剧的事情还在后面 第三天的时候 老太太刚入院时的一项检查出了结果 医生意外地发现 老太太患了癌症 而且是晚期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在四个儿女的心头乍响 反倒是老太太 知道自己十日无常后 情绪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她对自己的四个儿女说 你们也别太伤心 自你们父亲过世后 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到来 人老病死 人人都会经历 你们父亲还在天上等着我呢 我想啊 没有我在她耳边时常唠叨 她应该也挺孤单的 我没死的时候 你们还念着有个老娘 偶尔回来聚一聚 我死后啊 你们兄妹可不能断了联系 血浓于水啊 你们应该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老太太的四个儿女哭得稀里哗啦 这一刻 我想到了一句老话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在古代 人们把笑看得比天大 古语有云 父母在不远游 现在这个社会工作繁忙 许多子女常年飘在外乡 一年回家的次数有限 不知道这些子女每次回家 看到父母头上多了几根白发 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心中是作何感想 有空多陪陪父母 哪怕时不时地给父母打个电话 血寒问暖 不要等父母离开 才后悔莫及啊 不到一个月 老太太就过世了 她家老四把双服索还了回来 至于药瓶的押金 老四主动说留给了我 这是老太太的医院 对于弄丢装病药瓶 她很是愧疚 我参加了老太太的葬礼 听别人说 她走得很安详 并没有受太多病痛的折磨 过世前 四个子女都陪在她的床边 她是笑着离开的 时间来到了三月份 再有不到三个月 我就该启程去死亡谷了 我每日的训练都更加的刻苦 现在我和林小璐 已经能做到七三开了 大部分比试都是我获胜 我的武艺已经超越了林小璐 不过这是在 没下杀手的前提下 真生死相搏 我八成会被林小璐杀死 能不能修炼 差距还是很大的 一日 我刚刚练完刀 正在茶馆里饮茶 就在这时 挂在茶馆大门上的 风铃响了起来 我抬头一看 一个穿着风衣 戴着帽子的男人 正站在茶馆门前 这个男人的服饰 有点像 电影《上海滩》里的 许文强的创办 但吸引我的 却是他肩头的东西 我阴阳眼自动激活 看到他的右肩膀上 坐着一个 大概不到两岁的小女孩 当然 这女孩不是人 而是鬼 不知道小鬼是惧怕 茶馆里的振扎阴雾 还是惧怕我 我只盯了他一眼 他迅速躲到了男人的身后 露着男人的脖子 只露出一个头 我下意识地握住了昆武刀 而林小璐也飞快地 从二楼走了下来 手中握着火晶剑 男人身上的煞气极重 他是个阴人 而且是那种很厉害的阴人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 男人摘下了头上的帽子 帽子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脸 男人脸颊消瘦 留着短短的胡茬 他看着我 询问着 请问你是张贤吗 不是 男人满起自己的袖子 他的手臂上 有一道奇怪的纹身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守夜人子汉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走上前仔细一看 纹身似是一道张印 散发着源于 阴曹地府的气息 我知道 这叫地府鬼印 是守夜人的标志 做不了假 我师父林玄 应该也有一个 除了师父之外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守夜人 你找我有事吗 紫亥问道 我能进去聊吗 我点了点头 让开了路 紫亥提着小鬼的脖子 把他塞进自己的风衣里 然后走进了茶馆 我请他入座 但依旧小心戒备着 紫亥微笑着说 不用紧张 我来这找你 是寿船安城皇神 纪信纪大人的指点 我惊讶万分 纪信介绍来的 纪信是最高级别的城皇神 而我是预备城皇 可以说 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纪大人 让你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 我背后的鬼差 给我下了一个命令 让我超度一只亡灵 这亡灵是只执念鬼 执念很强 我尝试了一整年 实在是无能为力 偶然机会 我碰到了巡查领地的纪大人 他说超度执念鬼 你比较有经验 让我来找你求助 第三百四十八集 条件交换 既然是寄信 让紫亥来找我的 我自然没有理由拒绝 我放下戒心 让紫亥仔细讲讲 一年前 给我地府鬼因的鬼差 找到了我 让我去京都 超度一只执念鬼 说真的 我在守夜人里 实力不算弱 帮鬼差超度的恶鬼 早就超过了三位数 我本以为这是一件 很容易就能完成的任务 可是万万没想到 第一次见到那执念鬼 我就碰了一鼻子的恶 我想你应该知道 想要超度执念鬼 必须先消解他的执念 否则只能动用武力 将其魂飞破灭 这一年来 我尝试了九次 想尽了办法 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了 一个月前 鬼差又来催了 我没办法 只好去京都的城隍庙 求救城隍 京都的城隍不在 他门下的公曹司指点我 让我去长安 或者是咸阳的城隍庙转转 或许会有意外之险 我赶到咸阳城隍庙时 刚好遇到来巡查的纪大人 然后 我就找到你这来了 守夜人和城隍 平日里会有合作吗 当然 紫海给了我肯定的回答 不管是守夜人还是城隍 都有超度亡灵的职责 区别在于城隍 只需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而守夜人 要听背后的鬼差指挥 常常天南地北地跑 一般来说 守夜人的任务会更难一些 有些地方鬼差不方便直接插手 需要阳间的人来执行 我们守夜人会和各地的城隍 维持好关系 毕竟城隍才是地头蛇 真要是得罪了城隍 别说完成任务了 在人家的地盘 寸步都难想 我点了点头 示意紫海继续往下讲 紫海说起了正事 鬼差让我超度的执念鬼 是一个唱戏的女子 我实在想不明白 她过世不过才八十多年 执念怎么会那么强 紫海一脸无奈 看得出为了这事 她已经是焦头烂额 我去帮你看看 至于能不能成 我没办法给你打包票 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林小璐忽然说 先别急着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忙呢 可不是白帮你的 你看看我 都比脸都干净 你们要是收钱 我可真给不了多少 我奇怪地看着林小璐 等她接着往下说 林小璐可不是那种 适才如命的人 她忽然提茬 肯定是有原因的 林小璐对紫海说 我们不要钱 不过张贤帮了你一个忙 那你也得帮他一个忙 一听不是要钱 紫海松了口气 帮什么忙 你说吧 六月份的时候 张贤要去一趟死亡谷 我想让你暗中保护他 紫海有些意外地问我 死亡谷 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去那里做什么 我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理解林小璐的心思 黑鸭的星爷说 只让我一人前往死亡谷 但保不齐会有什么阴谋 紫海是守夜人 必然强大 有他暗中帮着 我会安全许多 紫海考虑了一下 同意了 好 我答应了 我和紫海达成了交换条件 我帮他完成鬼差交代的任务 而他在三个月后 陪我一起去死亡谷 当天我和紫海就坐上了 前往京都的高铁 林小璐陪我一起来的 他不想一个人留在茶馆 因为没人看店 茶馆只好暂停营业 不过想来也用不了几日 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贴在了茶馆大门上 如果有客户来 也方便联系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京都 虽然去过同样是一线城市的魔独 但两座城市 给我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尤其是地铁 挤得让我怀疑人生啊 我问紫海 我们为什么不打车 紫海的回答让我喊是无奈 打车过去 至少要在路上堵一个小时 走出地铁 林小璐感叹着 我以后绝对不要再来京都了 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倒是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你们不觉得 人多了才会更有生气吗 紫海带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公园 这时天色已经快要黑了 就是这儿 到了午夜 执念鬼就会出现 午夜 那岂不是还有六个小时啊 我问林小璐饿不饿 林小璐笑嘻嘻地问我 呆子 都来京都了 要不要吃烤鸭 京都烤鸭闻名滑下 林小璐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馋了 吃 喂 你知道哪里的烤鸭好吃吗 眼见紫海面露难测 他又补充 我们请客 紫海向我们介绍 现在京都烤鸭好吃的有三家 全聚德 便宜方 还有大董 我一家都没吃过 让我说哪家好吃 我还真打不上来 林小璐打开手机上的地图软件 挨个搜索 最终我们去了距离公园最近的大董 不得不说 这家饭店的烤鸭是真的好吃 也是真的贵 我们三个人除了烤鸭 又要了四个菜 总共花了一千四百块 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在附近的街道 闲逛到午夜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确不一样 至少在安德 到了这个点 街道上基本就看不见人影了 我们打车返回公园 在车上时 司机师傅还好心提醒我们 这么晚了 你们去公园干什么呀 听说那公园一到后半夜就闹鬼 好多人都听到有个女人在公园里唱戏 可找遍公园就是找不着人 你们说怪不怪 下车后 公园里黑漆漆的 除了我们三个 没有一个人 紫亥指着前方对我说 走 我带你们去 才走了几十步 我就感到一股良意 忽面而来 林小璐低声提醒 有鬼物 我也看到了 淡淡的雾气从前方飘来 雾气由煞气所凝聚 前方必然有鬼 继续往前走 我听到了女人唱戏的声音 戏腔很好听 唱的是乐剧 梁柱 第三百四十九集 一九三六年 继续往前走 我听到了女人唱戏的声音 戏腔很好听 唱的是乐剧 梁柱 两集的草莲 两集度 空草空 紅多魚 三三鋼琴 青蛤蝦 雙青蛤蝦 雙青蛤蝦 我此時封許你 兩三鞭 不知一帶 你看著 母語而怪 四鷹鐵 零紅耳塞 雙青蛤蝦 越往前走 鬼屋越濃 唱戲的聲音越是清晰 我們走到鬼屋快要遮目時 紫亥停下了腳步 他對我們說 再往前走三步 我們就要進入另一個世界了 我理解紫亥的話 強大的執念鬼 他的執念會產生一個夢幻的世界 之前在長安 我超渡的那個唐朝弓箭手 他就是用自己的執念 創造出一整個玄武門 進入其中 簡直就像是穿越回了古代 之前你進去 都看到了什麼 1936年的京都 對了 那時候 這座城市還叫北平 我一進入執念鬼編制的世界 就會變成其他身份 有時候是演員 有時候是寶腿的小工 不過每次出現的地方 都是一個叫雲月樓的黎原 黎原是什麼 林小璐解答了我的疑惑 就是細原子 進入之後 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一身本事施展不出 聽到這兒 我算是理解了紫亥為何一直 沒能超度這隻執念鬼了 沒有了守夜人的力量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 想活下來很不容易 要知道一年之後 也就是1937年 北平淪陷 你每次都是怎麼失敗的 紫亥郁闷地說著 我九次嘗試 有六次死在了北平淪陷時的日寇墙下 兩次死在地痞流氓的手下 還有一次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睡著睡著 人就沒了 林小璐開了口 呆子 這跟我們上次在西安超度的情況 有些不一樣 我點了點頭 西安超度執念鬼每次失敗 執念構建的世界都會重啟一次 執念不消 我和林小璐都會被永遠地困在裡面 而子亥進入的執念世界 一旦死亡 卻能安全地退出來 這對我們來說是件好事 至少不用擔心自己被困在執念裡無法脱身 準備好了嗎 我點了點頭 然後和林小璐牵著手 連同子亥一起 我們三人同時跨進鬼屋 可就在進入執念的世界時 迎面忽然吹來一陣大風 這風大得離譜啊 我身邊的林小璐和子亥都被吹了回去 可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身體卻是紋絲不動 小璐 就在我準備退回去的時候 我眼前忽然一變 一張清秀的臉出現在我的面前 這是扎著馬尾便的女孩子 從面相上看應該只有十五六歲 她身上的衣着 與現代的服裝很是不同 似乎是上個世紀的產物 女孩捂著嘴偷笑 小仙子 做春夢呢 小璐是誰家的丫頭 你小子才十三歲就想娶婆娘了 害不害臊 她拍了我一下 快點起床吧 天快亮了 要是讓老闆知道你睡懶觉 小仙爱鞭子 我先去練功了 你快點 女孩跑了出去 我從床上坐了起來 打量四處 我所在的房間 房頂有木梁 應該是個平房 屋裡的東西都很古舊 屋裡有面鏡子 我走過去一看 鏡子裡的我 面容完全改變了 變成了一個只有十幾歲的小男孩 這時我才回過神來 我已經進入執念構建的世界了 我讓自己冷靜下來 然後發現自己的腦海裡 多了一串記憶 這一團記憶就是我現在的身份 在執念世界的我 叫小仙子 是雲樂樓的一個學徒 練的是舞聲 因為我在雲樂樓裡面 年紀最小 因此離圓裡的雜役 大部分都是我負責的 我摸了摸自己的身體 我雖然個頭不高 但因為常年練習的原因 肌肉還挺結實的 我沒有找到昆吾刀 也沒有摸到成皇令 甚至連陰陽眼都沒辦法激活 自還沒有騙我 一旦進入執念的世界 我一身本事都無法施展 在這裡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林小璐和子亥都沒有進入到執念世界 此刻我只能獨自作戰了 整理好思緒後 我洗了把臉 走出了房間 這是一個面積很大的四合院 雲樂樓裡的戲劇演員們 大部分人都在沉戀呢 武聲們練功 彈爵們在練嗓 每個人的臉上都是認真的表情 沒有一人偷懶摸魚的 剛剛來喊我起床的女孩子 名叫夏花 今年十七歲 是雲樂樓裡的小花蛋 因人長得漂亮 嗓音又好 很受觀眾的歡迎 她見我從房間裡走了出來 衝我眨了眨眼睛 然後悄悄指了指正在練功的幾名武聲 夏花這是在提醒我 快點練功 老闆 這就要來了 為了更好的觀察雲樂樓 我立馬進入了決策 來到練功處 武聲練的是毯子弓 地上鋪著一張毯子 武聲在上面練習翻 藤 鋪跌等技藝 不管翻幾個跟頭 腳都不許出毯子半步 因為毯子代表的是舞台 腳出了毯子 人就等於掉下台去了 受傷不說 還演砸了戲 我練了一會兒 驚訝地發現自己的這具心的身體 出奇地柔軟 真實世界的我 雖然功夫已經算是上家 但身體僵硬 下腰 匹叉這種 必須從童子練起的功夫 一個不會 而用小銜子的身體 我可以輕鬆做到這些動作 正練著 四合院的大門打開了 一對俊男靓女 走了進來 手裡還提著兩個很大的飯盒 我的記憶裡 有這兩個人 男的姓屈 是雲月樓的老闆 他跟我一樣 屬於戲曲中的聲角 女的叫雲月 是屈老闆的愛人 她是黎原的當家花旦 雲月樓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雲月熱情地招呼 大家都停一停 先吃飯 我給大家買了燒餅 都趁熱吃 大家一擁而上 從屈老闆和雲月姑娘手中 接過沉甸甸的飯盒 相比於和蔼可親的雲月姑娘 屈老闆的性格比較嚴肅 她走到我面前詢問 小賢子 我讓你背的詞 你練得怎麼樣了 我腦海裡有這段記憶 都背過了 唱兩句給我聽聽 現實世界的我 比如說唱戲啊 就連唱歌都會跑掉 但在執念的世界裡 一切都不一樣了 我張開嘴巴 幾聲鋼腔有力的戲詞 當即就唱了出來 屈老闆聽後 臉上難得的露出一絲笑容 練得不錯 下次開園 你上場試一試 第三百五十集 雜場的 屈老闆和雲月姑娘離開了 夏花拿著兩個燒餅 走到我面前 她先是把燒餅塞我手裡 隨後興奮地對我說 小賢子你可以啊 曲老闆讓你燈台表演了 夏花一臉羨慕地說 你十三歲就能燈台了 比我早了足足兩年 真好 這個時候我旁邊老五聲打去 小妮子 你是不是看上小張賢了 整天黏著人家 夏花臉蛋一紅 剁了剁腳 王叔你胡說什麼 小賢子比我小四歲呢 我怎麼可能看得上他 王叔繼續逗他 都說女大三抱金賺 小賢子要是娶了你 得抱大金賺呢 王叔 你欺負人 夏花害羞地跑掉了 王叔看著我 你小子臉皮倒是比那丫頭厚得多 王叔咬了一大口燒餅 叮住我 曲老闆讓你這麼年輕燈台 是信得過你 到時候你可千萬別緊張 雖然有曲老闆和雲月姑娘鸭台 但咱雲月樓我 畢竟剛剛從北平站穩腳跟 一點瑕疵都有可能會被人吃笑 明白嗎 我點了點頭 在新增的記憶裡 雲月樓來北平不過兩年 北平乃兩朝皇上 人們最愛聽戲 誰家黎原唱得好 保準是場場爆滿 生意興隆 曲老闆和雲月姑娘 都是厲害的金桑子 才在北平演了三場 就名聲遠揚 如今兩年過去 雲月樓隐約已經有成為 城中第一樓的勢頭 有人高興 就有人不高興 北平城中還有一家名叫 花香樓的黎原 這黎原在雲月樓到來前 在城中最為有名 如今雲月樓崛起 他們的生意和名聲 都受到了影響 兩家黎原之間已經發生了 好多次的衝突了 不過都是些小打小鬧 但最近曲老闆聽到一點風聲 說是花香樓要在雲月樓 下一場演出中搗亂 砸場子 王叔把燒餅吃完 揮了揮手中的棍子 小賢子 如果真有人來討亂 你可千萬別慌 咱唱五聲的 在戲台上是將軍 在戲台下同樣是將軍 敵人來勁翻 打就是了 執念世界中的時間過得非快 不過眨眼間的功夫幾天就過去了 雲月樓一個月唱三場 如今已是開門迎客的時間 和往常集場一樣 兩百張門票請客間受空 甚至有人為了來雲月樓聽戲 高架從他人手中收購門票 夜黑 燈籠高掛 舞台兩側的樂師已經敲起了古板 彈起了樂琴 拉起了驚呼 戲班的配角們紛紛登場 開槍暖場 我站在戲台的幕部後 有些緊張 幾日時光 我漸漸融入到了這個世界中 此刻我仿佛真的變成了 初登舞台的小賢子 當戲曲進入到了第二幕時 徐老闆和雲月姑娘前後登場 兩人一開嗓 台下立馬就傳來響亮的賀彩聲 他們的嗓音 猶如天籟 一人鋼腔有力 一人婉轉 如鷹蹄 聽兩人唱戲 當真是一種享受 聽著聽著 我也就不緊張了 不知過了多久 從場上退下來的夏花 她對我說 小賢子 馬上就到你登場了 加油啊 隨著本鼓的聲音逐漸急促 王叔拍了我一下 到我們上場了 我們兩個一前一後 翻著跟頭 登上了舞台 王叔唱了兩句 接下來就輪到我了 我這戲份不多 也就三句台詞 我深吸一口氣 開了槍 然而才唱了一句 台下砰的一聲響 把我嚇了一跳 只見有一伙人踢翻了桌椅 指著台上的我破口大骂 唱的什麼玩意兒 聽得也耳朵都疼了 也不聽了 日你媽 退錢 台下的躁動 讓我一下忘了詞 停了下來 周圍的觀眾發現戲停了 有些惱怒 一個老大爺冲著這伙撒泼的人喊 哪裡唱的不好 你不想聽 自己出去 又有幾個雲月樓的鐵盒 戏迷站了起來 紛紛幫腔 就是不停出去 你等我們聽戲 你們這幫人 是專門來抖亂的吧 就在這個時候 剛剛掀桌的人 從懷裡掏出一把槌頭 看到這把泛著寒光的槌頭 剛剛幫腔的戲謎 全都閉上了嘴 他帶著自己的人 走上了舞台 他衝著我冷笑 哼 雲月樓 原來就這水平啊 連毛都沒長齊的小兔崽子 都能登台唱戲了 王叔把我护在身後 緊握手中兵器 惹事的客人嘲笑 哼哼哼 怎麼 雲月樓還敢打人不成 我看到王叔臉上表情變得猙獰 他的手有些顫抖 不知道該不該動手 就在這時 曲老闆和雲月姑娘走了出來 曲老闆含著臉說 你們不想聽 就去售票處退票 別影響其他人聽戲 對方笑呵呵地回應 怎麼 唱得難聽 還不讓人說了 雲月姑娘直言說 你們是花像樓固的人吧 回去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光明正大的競爭 至於這種下三爛的手段 就免了吧 然而 對方不僅不承認 反而扯著嗓子喊 誒 大家看著了嗎 雲月樓污衊人了 戲台下議論紛紛 惹事的人 大概是覺得自己目的達到了 一臉見模樣地笑著 他壓低聲音 對曲老闆說 哼 我就是花像樓牌的 你能怎樣 打我呀 他話音還沒落 我看到 曲老闆一巴掌抽了上去 曲老闆也是聲覺 力氣大得很 他這一巴掌 直接把人給抽猛了 過了三秒鐘 對方才回過神來 惱羞成怒地喊 給我走 跟他一起上台的三個小弟 衝上來就要打人 王叔一馬當心 用軟木槍直接挑翻一個人 曲老闆把雲月姑娘 护在身後 一拳一個 不過眨眼間的功夫 另外兩人也都倒下了 看著自己的三個小弟 躺在地上哀嚎 帶頭的混混扯著嗓子喊 別愣著了 給我砸 我這才發現 台下又站起幾十個 凶神惡煞的混混